嗨,大家好,今天想分享一下我最近朋友遇到的糟心事 就是,如果你在网上面卖东西的话 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去特别看一下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侵权 这个产品,你卖的产品是不是得到人家专利的授权 因为我那个朋友他遇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本来呢从中国他进了一些小礼品 他是免费赠送给自己的客户的 他是做汽车维修和保养的嘛 那么他就是买了一批就印有宝马标志的小钥匙圈 去赠送给自己的客户 然后他的一个员工给他出点子 说你既然已经进了这么多钥匙圈 对吧,看上去也挺,就是样子挺好的 你就在一杯上面卖嘛 一边送,然后呢剩余的你就在一杯上面卖 他想也对啊 那就卖吧试试吧 后来呢卖的还挺可以的 但是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卖家啦 因为他的主营业务不是在网上面 他是线下的 但是就是这样子一个不是主营业务的一个业务啊 居然被美国的律师给盯上啊 美国律师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你卖宝马的钥匙圈 但是这个宝马 你没有得到宝马的授权啊 你这个产品是 照他们讲就是假冒商品啊 你在美国卖假名牌产品的假冒商品那还得了啊 罚的你 那个叫惨痛啊 而这种律师他怎么样子呢 他就去和宝马 就跟他们讲了 就是有这种卖家 就是卖了你非授权的产品 或者说是假冒产品 你是不是授权我们跟他去打官司 我打官司赢的话呢 我们抽取一定的佣金 你们也可以得到就是一大笔钱 你们愿不愿意 然后宝马呢 他们居然也同意了 那这个律师后来就怎么样子呢 就发律师函啊 给到我朋友 就告诉他 你在几月几号在网上面卖的东西 是宝马的所谓的假货 我们就准备要起诉你 然后这个起诉的金额标的是在一百万美金 朋友吓一跳啊 一百万美金 他卖钥匙扣一个好像才几美金 这个是要卖到天荒地老了 也卖不回本的 然后他吓得就饭都吃不下 没有心情做事情 最后找了律师 然后这边的律师再去和那边的律师 大家就是调解 其实呢最后结果是好的 圆满的 就相互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我朋友他赔了一万美金 和解 另外呢 还付了律师费 美国的律师是按照小时收费的 而且 如果你有接触律师的话 他一小时的收费不是几百人民币哦 他是几百美金 基本上大概在五百美金左右吧 对吧 你可以想一下 这当中不是律师他一个小时就完事的 也是要反复的 就是让你抵较资料啊 要叫你去落实些什么东西啊 对吧 他都是要收费的 所以 我在想啊 你卖这么少的一个东西 最后赔上了一万美金 还要加上这个一块的律师费 你值不值啊 你早知道 你是不是就可以避开这个坑了 所以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分享出来 希望能够帮助到做跨境电商的一些朋友 尽量能够避开这个坑 因为如果你一旦跳到这个坑的话 那么你基本上被他抓住之后 你会被他罚得挺惨的 好吧 这个是我今天突然之间想到的 另外呢 还是那样 就是如果 你做跨境电商啊 你需要在美国开展你的业务 或者需要合作 都可以和我这边联系 因为我之前是有和国内的跨境电商 有就是有合作 然后在这边帮助设点 开立公司 公司的运营 财务管理 包括沃尔玛 它的一个产品上线 沃尔玛的开户 沃尔玛的售后 包括沃尔玛的出货 包括美国本土的物流运作 我这边都可以帮忙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和我联系哦 谢谢